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杀慕尼黑惨案幕后主使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简短地讲述了慕尼黑惨案 随后艾瑞娜领命接受刺杀任务 刺杀名单上总共有11人 这11人分布在各地 而艾瑞娜需要自己找到这11人 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情报 只提供刺杀行动所需要的资金 这次刺杀任务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管辖 五人小组也并非特工 他们首先刺杀的是一名翻译家 五人小组一路跟踪 最后在翻译家左部的公寓 将翻译家刺杀 最后五人小组又通过电话炸弹 炸死了一名在大使馆工作的官员 然而复仇总是会引起复仇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在他们刺杀行动顺利进展的同时 针对以色列恐怖的袭击 更是变本加厉 这更坚定了埃瑞纳执行刺杀行动的决心 刺杀任务最关键的是情报 他们有的不过是人民 埃瑞纳很幸运 给他提供情报卖家 是一个连政府部门都不知道的影视 但是伴随着恐怖分子 愈加猖狂的恐怖袭击 原本属于绝对秘密暗杀警方 在随后的一次刺杀行动中 甚至出动了几十名队 一场枪战后顺利将目标刺杀 这次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惊动了提供情报的卖家 真正的卖家把埃瑞纳 请到自己家里和他谈了谈心 让埃瑞纳没想到的是 真正的卖家是一个老头子 而且还有一大堆儿女 以及儿女的儿女 这一大家乐都生活在一起 其乐融融 一点不像与恐怖分子 和情报机构打交道的人 老头子告诉埃瑞纳 他会继续提供情报 会给他名单上其他人的信息 因为他有这么一大家子 人要养活 这是一场漫长的刺杀任务 离家时女儿还在妻子腹中 中途回家时 女儿已经学会说话 埃瑞纳不清楚自己 究竟是一个复仇英雄 还是一个冷血杀手 亦或两者皆是 刺杀任务继续执行 名单上的人名一个个减少 五人小组也先后牺牲了三名成员 关注微信公众号 轻快看电影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